我们这个气管所跟其他系组 我觉得应该是特别不一样 我们不是一个专业课程的学习而已 我们当然包括很多活动 其实我们的学习是比较全方位的 因为管理 我觉得我们在座 我们班上的同学 很多也都是一些比较资深 基本上都是在业界 有的也很资深 那应该可以体会到 在业界其实没有所谓的单一专业 都是整个方方面面都要学习的 所以我们特别重视这种气管所 这整个过程的这种养成教育 那不过回到基本面 到底我们怎样才拿到那个文凭 我们还是有一些修业规则跟一些规范 那这边主任有嘱咐我先跟同学做个简单的报告 那我待会报告部分只是一个初步的一些比较具体的要求的东西 系部的东西同学如果不清楚的 我们稍后都可以再提问 再做些交流 那我就先跟同学报告 我们希望所硕士班的一些修业规定的一些基本规范的东西 那我就按照这个PPT站 高速路站报告下来 你看哪个环节有不清楚的 待会都可以再举手提问 那我们系啊 我们现在硕士班的修业规定 目前要求是我们研究所必须至少要修 要修至少要40学分 那40学分的概念就是说要修11门课 我们基本上就是两年毕业嘛 一周一日两年拿硕士 我们有11门课 然后11门课这边修课的部分就是有这样的 每门课基本上都是3学分 所以有33学分 然后加上写论文 知道我们要写论文的话 要写硕士论文 论文这边是6学分 那另外有个一学分的那个在网路上 学习的课程 这个叫学术伦理 所以占加总就一共是40学分 那写论文的部分 当然还要包括还要论文的口试 这样才取得毕业资格 那另外如果我们同学有在其他学校读过研究所 获取的一些相关的学分证明 像我们在暑假又开一个学分班 这样有取得学分的 那也可以抵免 那这个部分在经过所长做确认 确认之后可以抵免学分 那另外做个提醒 我们硕士班的课程 及格分数是70分 你不要老师给你留65 你说不高充 低分飞过 65就没及格了 69就不及格了 知道我们硕士班的及格分数是70分 做个简单的提醒 我们看下一页 那另外我们也要针对我们的修业规定 我们针对论文的口试 就是我们研究生大概有这几个阶段 一个部分就是课程的修读课程 修读学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很重要的就是写 就是写硕士论文 那我们硕士论文 基本上有分成两个阶段 我们最后的毕业论文口试 那个叫Final Defend 就是叫做最后口试 那再提最后口试的前三个月 基本上就会隔一学期 要先提论文计划 初稿的这个口头报告 这是我们一般通称什么 提Proposal 或提论文计划前三章 都一样的概念 简单讲大概就是 硕二上学期 我们要提论文出稿 然后硕二下学期 要有最后一次的论文口头报告 就是最后一次的口试 那我们这样论文的形式 毕竟我们是科技大学 其实我们是有相当大的弹性 我们并不一定要写那种 很学术性的那种学术性论文 所以我们的硕班同学 其实你可以用你的 比如说类似像你的作品 一些相当的成就证明 或是技术报告 或是专业实物报告 专利等等 不过这个东西的概念 不是说我拿过什么专利 或我做过什么事业上成就 拿来底就都不用写了 不是 就是说你要把这些东西 转换成一种书面的报告呈现 就是说你有什么专业技术 或者什么成就 你在书上有什么见解 也是要转换成 论文的格式 这种书面报告的方式 只是说里面的 也许的章节铺排等等 比较一定的弹性 并不一定是学术性入文的那种架构 那这个细节 我们可能在会同指导教授跟所长 再跟你做最后确认 那这边也稍微奴列了一下 比如说你的专业实物报告 那就是写你在进行管理实物领域 已经达到的一些什么相关的目标 迹象 那也许包括你有什么直化量化的成果 那这整个过程 你有什么创新管理的技术 你可能就是有些文字上 就是书面上的一些论述 那相对的技术报告也是 那这个技术报告应该具有一定的创新 应用完整 我说有助于整个产业的一些技术的提升等等 然后你是怎么去改善 这过程是怎样一个前后的对照 改善做了什么 然后专利也是 所以这三个 其实这一页简报主要的概念是告诉同学说 我们并不是很硬性的要求 一定要写很学术性的硕士论文 可以比较弹性的写应用性的这种报告 不过这边并不是所谓 就比较敷衍了事 或是就是应付敷衍了事的概念也不是 这边也是只是把各位的专业转换成一种书面报告的 这样一个形式来抵换 所谓的研究型的硕士论文 那我们看下一页 那我们目前的课表 一上一下 二上二下 大概目前主任排定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如果有调整会再提早告知同学 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上 所以同学已经接受今天的一天的课程了 早上有上财务 一上的话有上财务管理专题 那你们中午有上行销管理 那以后礼拜四 三点半以后就是我的直化研究方法 那一下的话 一样有人力资源管理专题 量化研究方法 管理个案 二上有作业管理策略管理 然后这个独立研究 基本上就是让指导教授去指导你写论文 这个就不用到教室 我觉得个人你弹性 看你指导教授有什么安排 大概配合指导教授的一个安排 这个是独立研究 然后到二下你的课 真的要到教室上课 就只剩一门课的叫企业伦理专题 为什么 那时候我们主任也很贴心 就留更多时间 让同学谈心的时间可以去写论文 然后论文的部分是六学分 所以我刚讲过了 实际上你要修的课是 一上三门课 一下三门课 就是一共有 就是说11门课 有占了33学分 加上论文 六学分39 然后学术伦理一学分 所以一共是40学分 是这么个计算的方式 基本上同学都不用 就是说假设你没有做什么抵换的话 你也不用做什么选课加退选的问题 都是这些都是必选必修 好我们看一下 然后指导教授的部分 我们基本上时程的安排 我们现在是一年级 现在同学是缩一 那在这个缩一三学期结束前 就是这个学期结束前 那希望就可以找到你自己的指导教授 那也许同学都说 我们现在这门课就只碰到三位老师 因为这些只有三门课 只碰到瑞静老师 陈松老师 还有杨老师 那其他老师我怎么办 那没有关系 这边主任也会再另外安排 我们另外再安排一天 就把系上 除了我们这三位授课老师以外的老师 都会做个邀请 那我们系上每位可以指导同学的老师 都来跟同学见面 原则上我们到时候是实体上课 他就会到教室 那也许每位老师 我们会排50分钟或一个小时不等 那那些老师来跟同学见见面 他会跟同学报告他自己的专业专长 或是他最近几年都在做什么研究 或说他建议你写什么题目 他指导风格 他对待跟研究生的相处的模式是怎样等等 那同学相对的也都可以提问 简单讲 这个好像就是彼此在物色彼此满意的对象 你说那个你 你当然自己有一定的偏好或专业主题等等 想要找到你觉得比较适合的老师 老师虽然是有教育类 他当然也是希望可以 刚好可以配对到对学生最有帮助的学生 所以这边大概是大家有这样子一个磨合 然后一个选择的过程 好不好 那这个日期稍后会再跟同学讲 就我们会安排所有具有指导资格的老师 到我们班来做这个说明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每个老师都见过了 每个老师大概你有初步的认识 初步的了解了 那时候你可以去选 你觉得适合你自己的指导老师 那另外这边是学校的规范 每位专任的老师 我们指导那个各学这个硕士班 大概就是一个年级最多只能指导五位 所以包括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硕士班一年级 假设有我们礼拜四的日硕 有礼拜六的在职硕 还是有产硕都不管 一个老师最多就只能指导五位 也就是说老师如果五位收满了 他可能就是没办法收你 不是他不愿意 这是学校的规范 所以这一点让同学知道一下 一位专任的老师最多就指导五位学生 好我们看一下 那这我们上课时间 我在课群里面也贴过很多次了 那原则上如果没什么特殊状况的话 我们就按表操课 礼拜六早上到下午的课程就是这么安排 礼拜四礼拜六 OK 那两边的上课时间后两边的老师目前 是都一样 来我们再往下 那我们缩一的教室就固定在509教室 以后上课 以后我们上课之后就到尚管学院 这栋大楼的五楼 那五楼教室509 基本上我们缩一都固定在509 缩二之后就固定在510 那如果有什么特殊的安排会再提醒同学 那我们的系办公室 系办公室就在我们上课教室旁边 都在五楼 上课学院这栋大楼的五楼 那另外我们礼拜四日间部同学 也许有些学校行政事务要接触的话 那就是到所谓学校的教务处 那是在学校的行政中心一楼 我现在讲行政中心也许有点抽象 不过改天来的话 很快就可以知道了 或再询问老师 那如果是礼拜六那一班 因为你的编制是在进修部 那进修部的教务处是在教学研究大楼 不是我们日间部的行政大楼 是在旁边的教学研究大楼 其实教学研究大楼那一栋蛮好认的 就是有7 我们学校里面有7-11 有7-11那一栋就是教学研究大楼 我们看下一眼 那我们上班时间跟联络电话 我们系班公司基本上礼拜一到礼拜五 早上8点半到5点 都是他们上班时间8点半到5点 那我中午的部分 我们的系班助理或者主任 大家都非常辛苦 那我们中午请大家配合 不要进系班 会这样会对他们的午休造成干扰 所以中午12点到1点是他们的午休时间 那你说你下午1点半才上课吗 所以真的有问题 你可以利用1点之后的时段 去进去里面去接下来事情 那我们里面也都有公读生 像礼拜六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 他会提供一些相关的资料的免费语印 跟黑白输出等等 那你如果是大量的论文 或是你自己个人工作相关的 就不要到系班 那如果是跟课程相关的 可以到系班去做免费的语印输出 好 那业务窗口 这个你慢慢认识 你知道我们一般小助理都很重要 像科比旁边有学姐 我们主任旁边有两位助理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一个是李和珍 一位是周怡林 那他们的工作有一定的区分 大概像和珍是在管我们同学的证照考试 或是我们设备 拆场保管这些 就是在设备硬体的部分有问题 软硬体这部分就找和珍 那另外如果是选课 学分第一面 修退学 或也就所比较直接相关的事物 基本上我们就找所谓的周怡林 如果要细分的话 我会觉得周怡林是大助理 那和珍就是小助理 两位都是主任的左右手 我们西班的一个助手 那进修部的交出电话 这个到时候我再把这个 现在报告的这个PPT留给同学 这细节我们今天就不说 然后学查费收费的方式 现在报告这个好像意义也不是很大 不会有人看到学费就不赌了吧 学费都缴了 所以不过还是做一下说明 我们同学 我们目前在里面同学 有些是在职硕 有些是日监部 那两面的收费的概念不太一样 如果用简单的概念来讲 我们日监部的硕士班 我们礼拜四这一班 就是吃到饱 什么叫吃到饱 你的学费是固定的 然后乘以试学习 所以你现在每学期 你选多少课 如果你心有余力 你说我现在一学期 修三门课不够挑战 你还想修什么其他课 基本上都不用再缴学费 就吃到饱的概念 就是只缴学费是固定的 然后再加上杂费乘以试学习 再直说就是学分费的概念 就好像我们外部的学校 一般的EMA都是算学分费 我们就是看你多少学分 一学分费乘以我们修的39学分 那再加上杂费乘以试学习 我们学杂费的收费方式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再直说比较像单点 你修几门课就讲多少学费 然后我们日说的话 基本上就吃到饱 我们再往下看 那具体的学费大概估算大概这样子 那这个大概不要说中南部 这以全国的收费标准来看 应该是相对是非常非常便宜 同学可以稍微探听一下 比如说以再直说来讲 那些像成大EMA 那个一学分有的都是8千1万2 8千1万2 那我们目前昆山的收费是4284 以再直说来讲 每年学分相对是比较便宜的 所以整个再直说 以一两年来讲 大概就是那个学杂费的部分 总数大概是20万7千多 然后日说这边就更低 大概18万4千多 那如果延避 现在又讲延避不太好听 不过就是一并介绍 如果延避的话 你两年了还没毕业 那你一样要再注册 就是你还是要保留学籍 你继续写论文嘛 那这个时候延避的话 每学期大概讲4,600的论文指导费 好我们再往下 不好意思 OK好 简单讲 我们细所的slogan 就是以人为本重新出发 这句话你要从头到尾要 然后记住 因为我们很多的核心的元素 都是以这样一个概念 以人为本重新出发 那怎么去以人为本重新出发 如果只是纸上谈编 如果只是课本的这样一个交流 绝对没办法去体会这样的真谛 管理的真谛 所以我们就很多活动了 来往下 上一页呢 我们原本有安排那个校友会的企业仓法 我们本来开学第一周第二周 大家见个面之后 10月7号10月9号就要带出去了 那请大家谈解 这是因为COVID-19 我们现在就取消了 那我们也希望同学赶快搞手 以后这种企业参访 其实我们同学之间自己所属的 所经营的企业什么 其实也都可以提供 让同学去参访 做些交流 我们再往下 那新任团队共识营 这个我们基本上会协助办理 这个就一定会办 那这个时间现在也订出来了 请同学先把这个时间先hold住 12月4号跟5号 当然如果又有疫情的一些变数的话 我们可能就延到明年 不过目前现在都目前是定12月4号跟5号 我们办理的地点是在日月坛的教师会馆 那我这边特别强调 这是你不能错过的活动 你觉得我们办这种共识的目的 绝对不是在那边吃喝喝喝 大家好玩而已 其实里面有很多 你可以受到很多的 那个实际上的一个效果 也会融入我们经营所这个大家庭 然后包括之前的学长姐 所有的学长姐都会参与 那我们就有一个一脉相传的那种 所谓传承的这种概念 另外我们经营所很少是单边作战的 以后你在修课 你慢慢会体会 我们常常都是团体作战 不只是分组报告 就同学也会互相支援 所以你要利用在一个活动 让大家彼此的离距离会更深 让你在读硕士班的这个过程 也比较可以游刃有余 所以跟同学特别再强调一下 这个不是你一场 你不能错过的活动而已 也是课程必修的部分 所以同学基本上都要参加 礼拜四的班级 礼拜六的班级都是一样都要参加 我们照看往下 那这个待会我们也我们那个信环所的干部会再跟同学报告 我们一样时间可能同学可以先把它hold住先记下来 12月18周六 我们今年是安排在台坛长荣桂冠酒店 我们会找不同地方 这个是我们信环所会员大会 还有校友回南家活动 这个大概都是200个人的规模 都是搬到20桌 那你会发现我们信环所的同学章节 社会的脉络也是都大家想 各个角度各行各业都有 那你会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也读系完所的一个资源 好 那我们最后待会会安排 我们校友会接手 也先让同学大概先快速 先了解一下 我们现在系完所所有会的理事长 是王洁敏学长 王洁敏学长 他本身是台湾市商业总会的理事 法权商业同业共会的理事长 台湾市清洁服务商业同业共会理事长等等 其实不只是现在的理事长而已 包括我们很多学长姐都非常优秀 那你慢慢去挖掘慢慢去学习 好不好 那今天简单因为时间很有限 老师报告的部分就先报这边 那我们现在进入下个阶段 经验分享跟交流 那在进入那个下个阶段 经验分享跟交流的之前 我再请示一下主任 这边主任有没有在做什么补充 没关系我们先进行完在一起 好 谢谢主任 那再来我们就是穿插了好不好 那个荧幕就切掉 我们就穿插就给同学 我们新生 老师们我是学长姐也想认识我们这一届的同学 我们就是同学是把握时间 我们就穿插里面可以来自我介绍 让我们认识一下各位 那我们线上也很多学长姐 他们待会也会参与 好不好 来 愿意支援的就举个手 大概就三分钟 好不好 我们也稍微把握一下时间 按照什么方式自我介绍都OK 切完锁 很多我们都不设框架的 有没有支援的可以按一下举手 让老师可以看到你 我确定你们是新生 因为救生 最后都一定要 基本上救生都抢麦克风的 对吧 独一 我看到你学长 独一 利丰都上来了 你爸你上课都抢麦克风了 来 有没有自愿的 好 很好 我看到船人举手了 来 欢迎我们去船人 大家好 好 老人家先来 还不知道 谢谢 还不知道 要参加这个课程之前 李主任跟我讲 你还不是最老的 已经退休了 就想说 早一点时间来 看能不能自我充实 刚好 去年 办了一个 这个 应对 认识了 李主任 李主任也愿意 把我们收入门下 也很感恩 那我现在 六十二 逐岁了 台湾 回公 六十三回 那我住在 南科旁边 我现在大星期 家里 经营南科联合小客车租人公司 那有南科就有我 那现在退休 就把家里的事业交给 儿子来处理 所以我 我就比较赢了 比较赢 这个就想说来 来充实一下 那 家里 经营的事业 虽然是小客车租人公司 不过没有车子可以租 那因为我们做的是 所谓南科这里面的商务代价 就是 商务客 需要车子 他不只需要车 还需要司机 所以我们就请司机 帮他开车代价 这个是 在法律上是这样子讲的 实物上就很像计程车 只是说我们的车子可能 早期 商务客 会比较怕小黄 因为小黄给他们的感觉就是 不安全 所以我们在这个夹缝中 就也慢慢发展 慢慢发展 都还好 反正我是喜欢到处旅游 所以如果有我脸书 就可以经常看到我到处拍照 播脸书 是希望脸书帮我做记录 只希望就生活快乐一点 所以谢谢李主任把我带进来 也谢谢所有的同学 今天没有真正的实体见面 大概第三周就会了 好 很开心 很开心 就这样子 谢谢 谢谢 谢谢传能兄 你管你支持公安 没有什么毕业感言 开玩笑 开心 谢谢 好 我们那个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就先不开放那个彼此之间的交流对话了吗 这时间很多 我们今天就单向自我介绍就可以了 那现在问真聚首了 我们是不是麻烦那个问真 哈喽大家好 那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我叫林问真 然后我现在目前的 我是从事美法的行业 那我之前就是在米兰时尚发行 协助我们老板就是开分店 然后做管理这样 然后现在目前呢 在做美法的教学 对在学校做美法的教学 然后我自己成立了一个工作室 然后也学生也会过来我的工作室做学习 对那为什么会再来读书呢 就是小孩子也大了 然后自己还要想要再更成长 对 对对 介绍一下我儿子如果真的努力一点的话 他今年应该也可以跟我读通界 我最大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了 对 对所以我三个小孩 所以小孩子最小的已经大三了 高三 最小的高三 所以我现在目前的我就想要充实自己 然后可以帮上更多的人 对 这是我的目标 对 好 谢谢 我说完了 谢谢温真 希望有机会帮主任跟老师造型改变一下 那个是不是没救了 如果没救就算了 如果还有救的话 那个不好意思 我不是很确定那个举手的顺序 我现在这边所理解的是 是不是你宜欣 宜欣先来 麻烦宜欣 哈喽 大家好 那个我跟我妹妹两 我是姐姐 她是妹妹 然后她是公华 我是怡心 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在南科上班 有听到吗 有 很清楚 我们两个都在南科上班 那但是因为我们是不同 只是我们两个是待在不同长区 然后我们两个只有差两岁而已 对 那会来念书 原因是因为我在昆山我念的还蛮高兴 我就跟他说 要不要陪我一起来念硕士班 所以他还跑来 他还想说 好啦 看你看你念的那么高兴 那我们就一起来念书 谢谢大家 换下一位咯 好好好 这样也可以 再来是玉丽 换玉丽 好 大家好 我现在目前是任职于 新锦灵建筑团队 不晓得这边有没有我们公司的客户 那我们就是建筑代销起家的 然后我们集团的旗下的 分公司里面还有咖啡店 那所以也欢迎大家过来 可以跟我联系一下 如果你们想喝咖啡的话 可以送给你们出支卡 那当然其实公司的工作 因为我们公司还算在建设公司里面 算蛮新 很新很年轻的一个公司 本身公司里面的业务真的非常繁重 然后还是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 安全全的可以把两年一起 这是重点 那另外我们公司的总经理也跟我一起来到 坤山科技大学这边一起研读MBA的学位 那主要也是受到他的启发 因为我们公司非常鼓励员工不管是几岁的人都可以继续来进修 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可以跪离学习 就先这样子谢谢 祝福大家 好 谢谢玉立 那既然玉立讲完 我们就接着请他的主管 我们是不是我们的杜总 买清洗淋帮我们买一送一 那杜总说的算 杜总应该在线上吧 总经理 应该是总经理 对没错 总经理 我在车上 我在线上 安全吗 现在开车安全吗 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 那很简单 帮忙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杜 我姓杜 然后名字杜宏颖 这个大概是学校 这是本名 然后我现在也 还有工作上的话 有一名叫云荣 杜云荣 大概要Google杜云荣的话 应该我的消息比较多 因为我刚刚还先去签一个重要的约 因为我是在 清洗淋建筑团队里面 又负责行销部分的上扬国际 上扬国际的第二处 第二处的处长 然后还有清洗淋建筑团队里面的 清洗淋祥建设的总经理 然后也坚韧 刚才玉丽也有提到 我们现在淋咖啡 淋咖啡的 淋咖啡的执行董 我是董事 然后现在又要成立一个叫楼万的 楼万的咖啡店 就是很高级的咖啡店 那统合这些资源 那另外还有物业管理公司 我刚刚9月14号跟台南精英酒店 达成合作的 合作的意向书签约 那所以我们将来建筑物的话 也导入饭店式的管理 这个大概是南部 尤其是我们台南 我导入最顶尖的台南精英酒店 无星期这种饭店来合作 那这是我希望去整合 统合一些各个业界的顶级资源 然后来做一些 来能够导入在房地产 让房地产的话 是具有一些开创性 而且我们也很注重一句话 做房地产的 我都奉寻居住正义 就是要让人家住得起 好房子 杜总 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先剪刀战子 我也关心你开车 关心你开车可以专心一点 那我专心一点 那我介绍到这边 现在改天见面的时候 大家再聊 改天你要做专题报告 针对建筑要做专题报告 好 谢谢你 谢谢 来再次 欢迎我们定腾 湾定腾 哈喽 哈喽 大家各位好 有 对 我那个笔电没有带回来 我坐今没有摄像头 那个 我是定腾 然后我姓王 我是1986年的 那我本身是 Livecorn的那个品牌创办人 那专营苹果的设备的周边 那我是从102年创业到现在 那本身有公园店 嘉义店 夏林路的办公室 然后还有维修部 然后也进驻过 Focus百货 陈大会馆 跟南台的商场 那百货公司的部分 还有新工商业跟成品 那会想要过来 这继续研读 硕士班 是因为我发现 随着自己的公司的财务杠杆越来越大 那对于财务或是连锁体系的运营模式 没有习惯的我们 开始在慢慢崩溃 所以超出自己能力的范围 会让整个体系跟主持的内部 会比较不稳定 所以从2016到现在 创业经历过很多事情 我发现说自己的能力 有太多不足的地方要加强 然后也是认识到说 创业其实是 不是只顾好自己 因为顾好自己只是一个本分 能够照顾好别人才是一种本事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历程 而是不断扩及自己影响力 能够成就别人的一个过程 所以希望能够到系上来做一些学习 然后让我能够更加系统性的学习一些 商业部分 或者是企业管理跟领导管理的 行销管理的部分 感谢大家 谢谢定腾 谢谢 那下一位是 不好意思 老师还不熟悉你的名字 那写台湾新著名人权展望协会的 OK 你大概也在自我介绍 你后面之后想麻烦那个立峰 立峰待会穿插 换你来跟学弟妹说说话 好 请发言 大家好 院长 老师 同学们 大家好 好 我是社同华人 台湾新著名人权展望协会 全国理事长 我叫张静祥 我叫张静祥 本身我也在市南部新著名部服务 这一次有这个机缘跟大家结合在一起 也是希望替我们新住民找一条出路 能够让他们在更融合在我们台湾这一块土地上 本身我们也跟我这一些姐妹们也有组一家公司 在赤坎楼 永无路 专门在做美的事业 我们本身也有设备 也有产品 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 可以多多交流 还有一个小预告 9月29号下午2点30分 我们会跟总局一起到学校里面做管读 防护大使 这到时候我会带几个选美佳力出来 跟大家结缘 谢谢大家 好 我们谢谢张静祥 谢谢张静祥 像张静祥或去传人 感觉年纪比较资深 可是你不用担心 我们企闻所曾经有75岁的学生 75岁60几岁都有 所以沒關係 今天没什么交流 不会啦 我第二名而已 我们去年刚毕业的75岁的 你没有邀他来的 对了 本来有相对 今天就 今天相对人 要说不定 是是是 那个立峰在线上 再来为各位介绍是我们去年毕业 你们各位优秀的学长周立峰 他是大一国际旅行社的总监 来 立峰是不是给我们学弟妹说说话 招呼一下 老师你的收讯不是很好 刚刚讯了 这样听得到吗 可以 OK啦 那个院长 我现在要叫主任所长院长 头钱会比较长 院长还有我们杨教授 我们的副主任 还有我们学姐 还有我们同学 还有学弟妹 我简单因为今天的时间可能大家比较不够 刚刚我听那个我们杜总讲 他最早就可以排一个 排一个时段让他整个演讲了 还有我们的区荣誉理事长 这个小客车我们台南的 还有包括我们的张理事长 所以说刚刚只介绍一半的人 我们这一班真的是 我们学弟妹这一班真的是卧虎长龙 但是大家同学进来可能 第一天比较生疏 但是久久之大家会比较认识 那我先介绍一下 我是大义国际旅行社的创办人 也是总经理 在永华路上 应该如果说吃喝玩乐 票券券旅游都找我们 我们都有 所以说要 要送同学的要送学的 吃喝玩乐 不用太紧张 刚刚我们那个 小说讲的 学会觉得多东西都很多 你跟着我们学习的脚步 当同学在一起都是一个缘分 还有最重要的 刚刚老师有提 我们的一个分组 分组当中 你们大家可以去互相去学习 还有最重要的 我觉得你们这一班企业操场跟异地教学会很棒 会很棒 所以说这个部分可以去做一个安排 但是刚刚老师讲的就是说有在讲这个你们的毕业最重要的一个论文 事实上所有的课程当中 不管是行销财务 还有我们的人力资源中小企业 还有我们的院长 记得我们院长的还有一门课 那个院长 包括院长你 还是有上吗 还是会吗 我们院长那一门课一定要认真听 这个将来会对你们的业绩 刚刚刚刚刚我们那个定腾在讲的 对我们的营销还有未来的一些销售还有整合很重要 因为院长这边会讲很新的一些销售手法 而且一直在创新 还有我们杨老师这边 我们杨教授这边 所以说简单讲就是说不要给自己有压力 反正同学之间互相学习 而且分组当中 大家可以做一个企业的参访 还有异地的教学 可以融入整个一个我们的一个学习 还有每个人每个的特质 但是我的建议 可以听到我们这一班的班班长是哪一位 那个老师我们这班班长 还没有还没学 还没选啊 今天是物色大会 今天也是 班长很重要 我还再讲一次班长很重要 班长就是说可以去带动整班的 我们可以把他的学习的活泼度 还有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因为吃喝玩乐免不了 一定要有一些相对性的 比如说我们的安排 还有我的建议是这样 可以给这一班参考看看 这是我们的建议 我们总共有四个学期 我们总共有四个班长 我先做创办的班长 接下来就是松林鲁卫的老板 苏董 再接下来是我们的股民社区 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还有我现在在线上的压转 辉辉手一下 我们林家冠金物以子在嘉意很有名的 也是我们十大神龙奖的得主 林篤一 我们就是四个班长 在每个医院不同 我可以建议就是说可以互设一些是一个班长学期 大家可以互相去学 这个也是一个每个班长每个班长的给互出的一个过程当中 而且同学之间分组可以互相去做学习 简单讲就是吃喝玩乐不用紧张 只要跟着老师讲的步骤做一定会毕业 同学这样听的懂吗 学弟学妹一定会毕业懂吗 跟着脚步该交的报告一定要交 该做的事情一定要做 重点就是论文 OK谢谢 好我们谢谢立峰 你会发现这些学团姐都很不容易 就是你会觉得他们事业进的很好 功课也很好 他是全年级第二名毕业成绩全年级第二名毕业 这个方面都照顾得很好 然后当然要Q到我们另外一个也是他们那个毕业班 已经毕业了学团姐的毕业班的优秀学长 独一林董是十大神龙奖 在嘉义地区也都很有名气 独一是不是跟同学弟妹打个招呼 说说话 那院长还有我们的太阳老师 还有我们的同学就是我们的那个周董 还有各位那个新进的我们的学弟妹 大家好 那我叫林独一 那我也是就是刚才讲的卧虎长龙里面的农 我就是神农奖得主 2017年的神农奖得主 那神农奖得主就是以前叫做十大杰出农民 那我在2017就是得到这个奖项 那我所做的事业就是在林家冠军物业子 以及是高增台湾家繁殖场 那所以所做的东西都是在传统产业里面来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生耕 所以我在我是以那个 那个就是五宝村条款进来这个学校的 我说我是混进来的 可是我不是进来混的 所以今天这样子就是说因为我是从农 所以我又我就是没有在这个大学的这个阶段来做这样子的洗礼 那我就直接到我们的那个气管所里面 接受我们所有的老师教授这样子的这样子对我们的 在教育里面这样子就是很去深耕这样子 因为说真的这个对我们在传统产业里面 还是说我们怎样去学习里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一环 那在我们周董刚才所介绍说 我们用四个班代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学习 所以说我们在周董的第一次这样子 第一个学习这样子的带领之下 让整个我们的上课的氛围那个风气真的就是把它处理的很完美了 所以对任何我们教授我们怎么样去 我们怎么样去跟教授之间我们怎样去磨合 我们怎样去做学习 甚至我们在周董我们这样子的带领之下 我们每个学生我们每次来上课都还会起力尽力 这样子对我们的尊师重道 这样对我们这样子对老师的一个尊重 说真的在所有的我们的这些教授里面 他还真的是吓到了 所以真的是我们就是不管你在外面做的什么样的多大的事业 还是怎么样做一个学习的一个感觉 所以你在我们的学在做做学生就是要学生的样 所以对我们整个老师整个这个氛围里面 我们就是尊重这样子的一个尊师重道 那周董讲的我们四个班代里面做这样子的 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长短处 所以在班代里面他这样子做一个带领 整个带领会让其他同学他是整个是跟进的 那所以在台南那边 台南这边是我们的周董 还有我们的苏董松林理会苏董 他两个是在台南 那刚才第三位就是我们的股民社区理事长 他是在嘉义新港 那我是在东石 所以东石在嘉义有两位的班代 有这样子在在整个做这样子的一个带领 还有台南就是有我们周董跟苏董 这样子的做一个带领 那在整个我们学习的一个层面 还是说以人际关系 会更多的一个管控的一个这样子的 做一个互动 那我们周董你知道他一开始 他就设立他他刚才没讲的 其实有一些点子是他设出来的 一起吃喝玩乐到毕业 这是他讲出来的 一起吃喝玩乐到毕业 我们每个月他都会请我们吃饭 动点是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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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因为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 没有办法凌结一个力量出来 整个班与班之间还是跟教授之间 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力量 我们这样子来结合出来 因为每个人说真的 不是真的说 因为每个人在企业上 在自己的事业上都有自己的一片天了 所以要靠这样子一个力量来结合 这样子就是每个人的身段 还是说有学习 有一个学习的阶段出来 那这样子经过我们的吃喝玩乐 这样子我们是很真的是以很谦卑的那种心态 来做整个在学校里面的一个学习 那经过这样子的教授这样子的引导 所以真的是蛮感恩说 我们在整个这个教授这样子的带领 还有说我们这个很荣幸 就是说跟我们整个班上 我们这个整个班上这样子的一个带领 整个的融合 所以让大家这样子顺利的毕业 甚至说在这次在今天有这样子的机会 跟甚至很荣幸就是可以来受药 来这样子做一个这样子的分享 那也是说很欢迎说 有空的话就是来嘉义 就是来嘉义这样子来走走 因为我们班代这样子的 我们周董班代这样子的一个带领说 两个是在嘉义 两个在台南 所以这样子是不是你们这样子就有很大的一个 广泛的一个大家的互动跟交流 那就是我做的还有做一个就是台湾钓鱼苗 吴郭鱼 你们外面所看到全台湾七成是由我这边出去的 所以你们如果在吃吴郭鱼的话 就就有七成或许是吃到我的一个 我 你那边以后也是要企业仓房的点之一 你那边以后也是要排个企业仓房的点 乌鱼只吃到饱 乌鱼只吃到饱是真的是可以 可是是便当吃完再来就吃到饱 没有那个那个开玩笑 就是说因为我的屋椅是有季节性 所以如果在我们季节性可以去允许的话 当然是欢迎大家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产法 那鱼苗就是一个整年度 所以说我刚好就是以下鱼东屋 因为一年12个月里面夏天我是做鱼苗 那冬天是做屋椅 那整个这样子就是以我们的学 我们在所学里面这个就做我们分散我们的风险 我们的营运上的风险 这样子让我一整年 就是有整个那个 以季节性来做我的一个产业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生根这样子 那今天就是谢谢我们那个女主带 还有我们泰河老师 有这样子的邀约 来这样子 这样的机会来做这样子的分享 那就是期待各位学长 那那个学弟妹 可以在这两年里面真的是 也一起吃喝玩乐到毕业 好谢谢 谢谢赌音 同学有见识到 他们其实刚说一进来的时候 都开不了口讲话的 然后现在都拿着麦克风不放的 这就是我们器官所的训练 那个立峰还要补充一下吗 也是一样麻烦 我们掌握时间 很厉害 还是那个Tank王 这有举手 麻烦你发言 所长副主任 各位学长 同学们大家好 我叫王俊凯 那大家可以叫我Tank 那我是一位发型设计师 开发廊的 那我平常呢 是在工会里面 做教学 还有在跟厂商配合 做头皮的教学 以及染法上的教学 那很开心来这边 学习 那再跟宇童 各位同学 接下来两年快乐的度过 谢谢 好我们谢谢Tank 看起来就是很有造型的帅哥 那立峰是还在补充吗 立峰你举手 我刚刚啊 那个我们林董 我补充一分钟就好了 我们去请 请同学 我们去饭店吃饭什么 我們順便做考察 喂?還聽得到嗎? 聽得到我的聲音嗎? 現在怎麼聲音都停下來 是他那邊的問題 剛剛他講都會斷序 利豐還是你那邊先停 聽不到 加油你把我打電話給利豐 請那邊先停 那玉翔 玉翔是不是先麻煩你自我介紹 玉翔 嗨 大家好 所長副主任跟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我是王玉翔1988年 那我現在是在安南醫院擔任主廚 那因為我自己也有在網路上販售食品相關的業務 然後我覺得就是不太會去推廣自己賣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自己有很多的不足 然後因為之前有跟所長及副主任一起辦過活動 然後我覺得我可以加入企業管理研究所來增強自己這樣 然後謝謝大家 好 謝謝翔翔 翔翔會做菜 老師有吃過 好 那在我就先在穿插介紹我們現在在校的日碩二 就說他目前是就是各位的直屬學長姐班 他們是日碩二 他們的班帶有包括試驗 試驗委呢因為剛好網路有問題沒有上來 那其他如果在的是不是也開鏡頭 然後舉個手揮揮手讓同學知道目前日碩二的學長姐是誰 柯秀福有上來嗎 柯秀福沒有 那再來是潘霞 我剛有看到潘霞 美女你要不要開鏡頭揮揮手 這是你們的日碩二學長姐 就說以後你禮拜四來上課會碰到他們的 他們就在隔壁班日碩二的學長姐 有潘霞 陳安也上來了 趙陳安 OK 然後佳錫 洪佳錫 這海電國中的老師 一姐 李一姐 一姐有上線嗎 沒有 那潘霞另外代表你們班也歡迎一下學弟妹 他們另外可能還在班那個他們學長姐的 銀星的 那個茶會還是什麼 那今天是先線上跟同學說說話 潘霞因為試驗我們不在你就代表 你們班跟學弟妹說說話好不好 或陳安都可以 請發言 老師還有各位學弟妹大家好 因為剛剛上課我的麥克風好像有一點問題 不曉得現在聽得清楚嗎 現在很清楚 現在很清楚 很清楚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 原本是日說一下學期的副班代 我姓潘 然後玩俠的俠 我只有兩個字而已 我是一名護理師 那目前在長照產業在工作 這樣子 好 然後 其實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我為什麼 一個護理的工作 會跨領域到氣管這邊來 其實這是一個 剛剛講的是一個很重要 可是也很難回答的問題 其實我是想要給自己一個 所謂的中場休息時間 好 之前所讀的護理讀了十幾年 都是在一個小框框的領域裡面 讓我這時候可以停下來 重新思考 然後學習呢 怎麼樣的管理團隊 在這邊也可以認識 來自不同領域的朋友 剛剛學長的那個 周董啊 還有林董啊 也是我們就是在 昆大認識的一個 非常好的學長 然後你也可以 學學他們的 現在目前很成功的一個管理方式 也可以運用在我們自己的 現在組織領域裡面 然後學到的是一種不同的角度 然後你可以就是 幫助自己盤點 現在目前自己的一個資源 改善我們目前工作上的一個現況 所以剛剛那個 周董學長說的 你們就是快快樂樂的 快快樂樂的 然後來學習 然後報告要交 帶著愉悅的心情 一定可以學到很多東西的 謝謝大家 好 謝謝潘霞 潘霞是客氣啊 說是護理師 其實他是長照中心的負責人 所以我比較客氣 好像我們早晚會碰到他 OK 好 那其實我們來說 我們這個情況所 真的是這個大家庭 非常有趣 非常多挑戰 各行各業都有 你這是什麼想的出來的 什麼死人骨頭都有 你說什麼 真的有什麼死人骨頭 有 老師指導過 是做納骨塔的 就在蓋納骨塔的 所以我們真的是各行各業都有 非常有趣的一個家庭 好 那我們縮一的心聲 是不是還有誰要分享 縮一的心聲 可以繼續舉手了 還有很多人還沒報告的 不要害羞 要習慣搶麥克風 我們是怕時間不夠 結果反而大家那麼客氣 好 那婉如舉手了 是不是就麻煩婉如 奇美車店 哈囉 林婉如可以發言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麥克風沒有開 有 有 現在可以的 院長教授 然後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我現在是認知在 奇美車店的一個小職員 等於畢業到現在應該也有20年了 那現在發覺到好像是 所有的思緒跟表達都有點 還要多補充 那所以打算這兩年來這邊做一個學習 那我希望兩年後可以跟 剛剛那些前輩的口才一樣好 ok 我講完了 是是是 婉如沒問題的 只要跟上 希望兩年後我的口才就跟他們一樣 這麼的厲害 沒問題 跟上我們的學習團隊 沒問題的 謝謝 那剛剛還有誰有舉手了 不好意思還有誰舉手 或剛剛我們說二的 是不是還有誰要發言 沒有 說一還沒有講完 我知道還很多還沒講 好那就說一的先優先 來還沒發言的盡快 可以再舉手 現在是誰舉手沒看到 好 郁章 好 郁章請發言 大家好 有聽到 郁章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各位學長姐 大家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本身就在那個 東石 跟林董一樣 在東石 他是 那個 烏魚子 我是文革 我本身在文革養殖 然後就是 目前有創意新的品牌出來 想說 再來認識更好的 然後還有一些管理階層方面的 我突然跳掉了 回來了 最近 最近剛收成完了 對啊 所以可能比較有時間來 跟大家互動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郁章 那再來是不是話我們講 宜貞 宜貞 可以開始分享了 主任 還有 老師 還有各位學長姐 還有同學 大家好 我是宜貞 那我本身是從事美容行業 那在美容的領域上面 會想要到氣管系來學習 是因為想在這個行業裡面 可以去做到一些更多的一些管理上的一個學習 所以才會來學校 那尤其是前兩年在學校裡面的一個學習 讓我本身自己也覺得 真的進步的非常多 不管是管理 那個公店裡面的事務 還是人員上的管理 都是 讓我覺得說 自己的進步是 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的這樣 好 謝謝 這是我的分享 好 謝謝宜貞 那再來呢 我們把握時間 好 陳冠婷 冠婷 主任教授同學學長姐 大家好 我叫陳冠婷 我是一名音樂老師 然後 我平常就是在我們 我現在接手我們家的音樂教室 所以是我們那邊的負責人 平常就是在教音樂 一些樂器 之前還沒有疫情的時候 我們還會出去表演 就是有樂團出去經營表演這樣 現在因為疫情影響 就基本上只剩下我們那邊在上課 然後 也是因為疫情影響 我們現在上課基本上也是屬於 前陣子都是線上上課 這算是對我們算是一種很新的上課方式 然後 也因為這個我們就開始思考 我們是不是就是要從傳統的一些實體上課 做一些轉型改變 然後之前 因緣季會接觸到一些 那是鳳凰計劃那些寫企劃案 然後我也去參加了一下 有幸有通過 所以就想說想要對企業管理有更多的了解 所以就來報考我們 昆山科大的這個碩班 所以還很多不太了解的 想要在這兩年多充實一下 謝謝 好 謝謝冠婷 冠婷也是冠冠文化企業社的負責人 來 我們下一位同學 我們今天就是個初步的概念 然後後面要 同學一定要再多教練 來 蘇明 沒有開麥 蘇明你沒有開麥克風 這樣有嗎 有請發言 好 院長還有我們副教授 還有各位同學前輩大家好 那我是永續保險經紀人的嘉義區的副總 然後就是自己這邊大概目前有七個單位 那目前業務員大概有兩百多個人這樣子 那我覺得我想把自己從業務員提升到管理階層 所以會覺得說氣管這部分來講 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對那我現在有目前有擔任那個嘉義肺炎協會的副理事長 那也是在學習說未來承接協會的一些 一些相關的任務這樣子 那就是說如果就是這方面請大家多指教這樣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淑敏 那再來 換誰的 好 立豐 立豐 立豐你要再發言 我剛剛斷掉 立豐可以發言 可是現在感覺好像又在梗 立豐 OK 我們主要的聲音 斷斷續續 這樣有聽到聲音嗎 有 有 可是立豐你那邊網路也不太穩定 應該是你的那邊有斷斷續續 斷斷續續 這樣聽得到嗎 好沒關係 現在可以 OK 因為我等一下有一個會議 我先做一個我這邊先先兩分鐘講一下 我們剛剛像俗民講的 我們最後俗民講的 你選擇昆山是對的 絕對不會錯的 我可以很肯定告訴你 反正 學弟妹我們這樣講就是跟上腳步 我們學弟你們這一班 我看一看絕對沒有問題 臥虎長龍 絕對是臥虎長龍的 活動要積極參加 活動要積極參加 而且你們的企業參訪 還有一定會更精彩 還有一定要你選擇指導教授選定好 一定要聽指導教授的 好不好 進度 最重要是進度一定要跟上 不要到最後再來追趕會很辛苦 而且寫論文盡量去發揮 你所要的想學的 好我 你只學三招就好 你在你的企業 不管是你要做 要發展你的企業再擴大 你就要學三招 絕對夠用的 沒有問題 謝謝 謝謝院長 謝謝我們副主任 謝謝 謝謝利豐 謝謝利豐 我幫你們能不能感受到 這種學長姐 今天擺滿之中抽空 他又沒有通告費 沒有任何補貼 他不就是還是很積極的想要分享 這是一英期盼 我們切完鎖就這麼可愛 事前沒有套招 利豐 老師兼馬伯通告費都沒有 可是他們就是很急的想要告訴你一些 分享一些他們的經驗 非常感謝這些學長 然後所有的是不是還有課 可以先離開 沒關係 所有的 那個 潘小 你們如果有課 就先繼續回去上課 如果沒有課沒關係 可以繼續掛在上面 來我們所有的把握時間 還有誰要分享 基本上都要自我介紹 好 郭欣宜 欣宜 欣宜上來了 大家好 因為我的手機一直有問題 所以我都搞了好久 都沒有辦法上來 然後 因為我的學歷比較特別 我是廣州中醫藥大學的學歷 那台灣不承認 所以我變成我必須要再修一個高一點的學歷 讓台灣可以承認 才能夠讓我可以好好的工作吧 生子的 讓我可以做生子的工作 以上報告完畢 所以欣宜是算讀中醫的 是 好 歡迎你 來 再來 誰還沒分享的 誰舉手 我 郁欣 好 郁欣來 主任老師 各位學長姐還有同學大家好 我叫洪玉欣 就是住在台南 那我現在任職就是在那個傳統市場那邊做服飾零售業 很高興跟大家就是有緣分在序就是同學 很多都是在序同學員 那我希望說因為前兩年在那個昆山讀的話 成長跟進步有很多 那希望在未來的兩年在跟不同的同學當中可以創造不同的火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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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郁欣 來 再來 郁欣已經有舉手了 再來 那個 哈囉 誰還沒分享的 要等老師點名嗎 侯利民 來 侯利民 來 侯利民 所長副主任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我是利民 有聽到嗎 有 好 那我是利民 那我是住在嘉義這邊 我是在嘉義這邊 然後我目前的工作是在醫院裡面的行政室 那很高興來這邊就讀 很高興認識大家 希望大家多多協助幫忙 謝謝 以上發言 謝謝利民 前官有利 也是護理師 再來 高佳琪 請發言 老師各位學長姐同學大家好 我是高佳琪 然後我跟利民是同事 我們一樣是在那個醫療院所是行政 是 是 然後來這邊 主主主要是想要學習增進自己的技能 然後可以應用在工作上 然後很高興認識大家 謝謝 好 歡迎你佳琪 來 再來 換誰 雅姨 雅姨被主人點名了 在哪裡雅姨 在這裡 好請發言 那個老師同學們大家好 我是陳雅姨 是今年剛畢業的畢業生 然後畢業之後就直接進入氣管系讀研究所 然後目前的話是在學校的行政中心裡面 當一個公讀生 當一個公讀生 然後就 斷掉 又斷線 線上還是有一些障礙 雅姨 雅姨沒關係你那邊斷線了 就 沒有開 按到了 雅姨 看好像是按到麥克風關掉 好 沒關係 那同學就知道 像學校一些行政事務 你們班就有個好班手 雅姨就在學校行政中心 他應該對學校行政事務相對會比較熟 可以幫助同學 來 再來 還有誰 王崇軍 想想也還沒有 玉翔 有 玉翔有講過 對不起 崇軍有在線上嗎 我們班有這位同學嗎 王崇軍 應該剩那個 佳佩跟益寬了 是嗎 蔣義貞有嗎 王彥廷有嗎 那待會沒有了 再繼續 我們先換佳佩 佳佩跟益寬 都是我們現在大學部的學生 他們是參加4加1的學程 就是4年加1年 這樣可以拿碩士 來佳佩請發音 各位老師同學大家好 我叫佳佩 那目前是讀大四 是透過申請4加1來修這個碩士的學程 那在大學的時候參加過系學會擔任美選長 就是主要是負責活動的美編這樣 那也參加過教育部的資訊志工 主要是到偏向地區協助那邊的公共發展 就是拍一些影片啊推廣那邊的一些那種產品 那目前也在系上的潮青實習商店 透過網路和實體展示小農的產品 真的學到很多課本上學不到的東西 比如說跨出第一步面對鏡頭賣東西啊 直播介紹活動介紹產品 以前不敢做的事情現在都勇敢的踏出那一步了 雖然說做的還不是很好 還有很多需要學習的地方 但還是給自己一個期許 那在氣管系措施班 也有很多老師同學可以一起學習 謝謝 我們謝謝佳佩 這個都是很優秀的大學部同學 然後還有施毅寬 毅寬換你 主任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睡衣官 然後如果可能覺得叫我名字很奇怪 可以叫我Alvin 我的英文名字叫Alvin 然後我大一的時候也是跟佳佩一樣 參加那個教育部的資訓之龍 然後一路到大山 然後潮青的那個實習商店 然後中間也有擔任那個市學會的財務長 然後從中也學習了很多 然後想報名做這班是因為家裡的關係 因為家裡就是爸媽可能年紀也大了 然後也希望我也去家裡面的工作 然後平時也會跟著爸爸去北部 然後看台灣比較大型的養殖漁業 他們的公司的規模是怎麼去運作的 然後就突然意識到自己學好像太少了 就想學了更多想學習更多 一直去報名做值班 謝謝 易寬 那好像我們 施大蝦剛剛有分享嗎 施大蝦是哪一位 出彥文 出彥文 不懂 不懂 沒看 老師他比沒出來 像她小人 那個來 我們 就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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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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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大概也不是要真的进入什么主题 然后时间有限 然后同学大概还没有课本 所以最主要重点是摆在 我们对这门课的一个课程的需求 好不好 我现在不太清楚 我现在名单上看到的同学有就是日硕班这杯本就已经有19位了 那如果再加上在值班修这边的照道理应该应该要有24位 可是现在扣除我跟同学有没有看到温嘉隆那位是老师的助理 老师的助教算是我们期完锁所毕业的学姐那是学霸他们那一届第一名毕业的学霸 嘉隆你跟同学回回手他算是在也在频道里面帮老师帮我们一些课程的推动以后你们也会才能看到他 然后江隆你帮我看一下看今天现在是谁没有道客 因为照道理的话应该还有进修部的 你不要开喇叭 应该包括有进修部的汪定腾 杜宏毅 杜宏毅还有刘玉立 杜宏毅刘玉立都不见了 何立民 何立民还在吗 郭杏毅 郭杏毅在吗 郭杏毅在 那没有问题 那就是大概缺起的就是汪定腾 汪定腾有对不起 杜宏毅刘玉立跟侯立民 OK 那先分享一下那个我的那个分主表 教导帮我分享一下分主表 你们今天上课还好吧有没有慢慢习惯了 早上财务管理专题 听得懂吗 好先看到最上面哈 我们这门课就叫植化研究方法了 那我想同学应该听到这个名称会觉得很陌生 这个好像不像我们所谓产销人发财 人力支援管理 什么策略管理 听起来就很具体的名称 那到底什么叫植化研究方法 而且都摆在我们硕一上学期 而且都是一定是每一年的必修 为什么它相当重要 如果用白话说法 它就是一门教同学怎么写论文的一门课 教同学怎么写论文 我们刚刚在做课程报告之后跟同学讲 我们这门 我们硕班毕业就是要写论文 那写论文的话 基本上不管你读什么专业 它在方法论的角度来看 同学必须先学到一套有系统性的 有系统性的有逻辑的 合乎所谓学术逻辑的这种方法 那如果我们再把它用概分成两个方法 一个方向就叫做量化研究方法 那另外一个方向就叫做直化研究方法 这样可以吗 那我再如果再进一步阐述 同学会觉得 那写论文的话到底用什么工具 用什么方法 刚刚老师有讲到什么叫量化 一个叫直化 可是听起来又更抽象了 还是搞不清楚啊 那我再用更白话的说法 量化研究方法就是说 我肯定用统计 我肯定用一些数据 用一些计量的方式 就是用数字去表达 我所做的这个研究课题 那一般最常用的 在我们商委学院有可能就是发问卷 发问卷 这同学应该也有接触过 有时候会替人家填问卷嘛 这所谓做填问卷 发问卷 然后跑一些统计分析 或是说有些比较属于纯财务的 他们可能会从一些相关的过去的财务交易的资料库 从一些像台湾经济新报啊 或是股市观测站 甚至买国外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里面的一些财务 过去的交易 database这种资料库里面去跑一些模型等等 那这些我都把它盖分 盖成为所谓的量化研究方法 都跟数字跟数据 跟统计分析 跟计量有关的 这个叫做那个量化研究方法 好除了刚刚提的这些量化研究方法之外 另外一边就叫直化研究方法 那就是我这边要告诉同学的 那我们这个研究方法 有时候我们就把它称为叫做不用数字的研究 为什么不用数字呢 因为我们的研究过程 或是我们着重的我们在意的 我们表达的 或是我们所田野调查所收集的资讯 很多不是数据资料 也许是一个人的 个人的生命经验 或是我们同学在各行各业 不同的一个你的职业 你在职业发展过过程的所见所闻 你的发现 你的经验 或是个人叙述的一个 比如说我们透过那个个别的深度反谈法 我们去反谈一些专家学者 或是所谓他对这个 你要研究这个议题 他有特别的见地 他有不同的 他有特别的一个体会 他可以提供丰富资讯的人 就是说我们透过这些非数字的 这些资料的收集来进行研究 那这个就叫做指画研究方法 OK 听起来是更清楚的还是更模糊的 我不清楚 不过没关系 你会发现这个是非常有学 非常好玩的一个学科 如果按照我自己的经验 我觉得指画研究是更贴近你的生命 更贴近你的生活经验 如果再用形容词来说明的话 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有温度的研究路径 怎么说呢 如果你用电话研究的话 你可能就是发发问卷 或是跑一些统计分析 你跟你研究的对象 研究的主题 研究的标的 这个目标 也许是从来都不需要接触的 可是我们之外研究就不是了 比如说你写 为什么他之所以他可以当一个超景业员 为什么我们俗民可以从超景业员 现在要升格当一个保险业的一个主管 他整个生命历程是怎么个转变 还是他在职场是做了哪些的努力 那一个人的一个经验历程 你说这个不能当成是个研究的主题吗 当然可以啊 可是我如果要以这个当研究主题 我是不是要跟孙明做一些对话 我不可能躲在后面 那再写他的故事吧 我是不是要跟他对话 跟他有一些比较随于比较深度的会谈 所以直化研究基本上 我会觉得相对的是一个比较有温度的研究 好那讲到这边我先做个声明 也许同学就说 老师直化研究被你说的那么好 那量化研究被你讲的那么不堪 那是不是直化研究比较好 那我的说法这多年来 到底是直化还是量化属优俗列 这种论战 也不值得当一个所谓的比较的论战 不值得这么说 应该是说 他的方法各有所长 各有他被 各有他限制的地方 所以我与其是说属优俗列 我比较觉得应该比较适当的说法 应该是说他到底你要做什么研究 或说你想切入你对问题研究的角度是什么 而有不同适用的方法 就说只有适用不适用 而不是属优俗列 这样好不好 那有时候我会特别去凸显就是直化研究的优点 或他的长处 是因为我这门课我在讲直化 所以我去特别凸显他的特色 可是老师并没有要告诉你说量化研究就叫做不好 就说到底有什么方法好 只有属优俗列的一个状况 举个简单的生活经验 你说西瓜刀好不好用 西瓜刀 西瓜刀好用还是小刀好用 在想想在有在进厨房应该很清楚 西瓜刀可能切水果切大面积的部分好用 对吧 可是我们说杀机也用牛刀 可是有时候你是要做一些比较精致的一个雕塑 这个时候可能小刀比较容易雕塑 所以是各有优缺利弊而不是属优俗列 那不过同学在修这门课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去思考 那我再来我后面既然读气管所一定要写说事论文 不止气管所来很多人就说都要写说事论文 那我到底要用怎样的工具 那可能就去思考你准备写怎样的论文 所以我这门课基本上就是要教同学 怎么开始着手写论文 跟用什么工具 好不好 那也许有同学讲说老师我已经很笃定了 我就确定我要做量化研究 我要跑统计分析 我要发问卷了 那你修你这门课我是不是就浪费我的时间 当然不是 因为我这门课大概有将近一半的时间 也会教同学怎么去准备写论文 包括实际上带你怎么去写论文的前三章 这样OK吗 所以今天时间有些有些先做用战的当一个破题 当一个开场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这张分组表 原则上如果没什么特殊状况 我们就我会到时候这些分组表 也会给同学那同学就是按表操课 那原则上我们今天是9月16号嘛 这个分组表同学要稍微了解一下它上面的意义 如果写线上课程同步 那就类似今天这种状况 就说线上课程代表要不要到教室 不用嘛 你有看到线上课程就代表不用到教室 然后同步就是跟上课时间 就像我们现在一样 同上课时间同时段我们在线上面对面 基本上就是用Google Meet的这样一个软体工具 这个就叫做线上课程 而且是同步 这样OK吗 那下个礼拜也是 下礼拜9月23号我们也是线上课程同步 所以代表怎样 在下个礼拜是3点半的时候 同学准时我会贴我们的上课 Google Meet的连接网址 那同学必须要在这个时段也一样上线 那老师会跟同学讲一下 此话研究方法的一些概念 还有怎么去做论文写作 大概一些基本的一些东西 我会在那个时候做分享 好不好 然后你再看 像9月30也一样线上课程 那代表是不是要到教室来 不用 了解不用 不过这时候不太一样 而且非同步 非同步的意思就是 你并不一定要在那个时段上线 就是说 非同步的概念就是 我们会把相关的资讯贴在网路大学 加上我们稍后可以在课群里面 教同学怎么连接网路大学 我记得我之前又贴一些资讯了 那你们有不清楚的话 再提问再请诸教帮 就是说在9月30的时候 我们有贴所谓线上课程 反正你看到线上课程 就是不需要到学校 不用到教室的 不过9月30只有我的课不用到教室 你们9月30号早上那两门课还是要来学校 我们9月30那一天开始是实体上课了 了解吗 我现在讲的是针对我的课而已 每个课有每个老师的安排 大学我们非常强调那个学术自由跟独立性 所以每门课原则上就以个别老师的安排为主 所以同学不要误解 9月30你们早上还是有财务管理专题 下午中午一样有所谓行销管理专题 只是晚上三点半这个部分我们改成是线上课程非同步 那非同步的部分的意思就是你不一定要在那个时段 你随时上网络大学 那你看老师网络大学里面就会放一些线上课程的资料 那天的分享主题会讲得非法 我会先录影 我会预先录影一些相关课程的说明 这样可以理解吗 我讲的不清楚 你不太理解的地方待会都可以提问 然后再来就再往下 然后开始上课之后 我希望我们班分成四组 一二三四组 那到底谁跟谁一组 你们自己决定 老师不去干涉这个 不过这个分组 我希望你们现在就可以自己去找组员了 我希望下一次上课 下礼拜是上课的时候 你们就找好组员了 那来再往下 一组大概几个 我现在再往下 我这边有写 基本上每一组大概五个到六个 先以每组五个为准好了 因为我是希望全班分成四组 占这二十个 每组五个好不好 因为我现在还是不是很确定 我们班到底几个 因为我看到的点名表单 这边应该是有二十四位 可是目前在线上的只有二十位 二十二位扣掉我跟助教 所以目前的同学只有二十位 教授这个到时候再提醒我改一下 每组五个 同学有听到每组五个 好不好 那我们来回来前面那边 第一组 分组表在上面 对 好 那分组好之后 我们就会请同学 到时候我请住假 去学一班 我们把名单填在这边 那我们就按表操课 十月七号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到时候 根据我们三个时间 他就要负责报告第三张跟第四张 然后再看到日期是几号 那就报告第十一张 看得懂吗 就说第一组一共有报告两次 那这个时间到时候 我会修正比较正确的时间 那这个是你们负责报告的章节 那这个章节指的就是 贴在课取里面 那本教科书里面的章节 那至于报告的方式 那个PPT我都会提早提供给你们 老师会提早提供PPT给你们 那你们就要把报告 那个就是在这次上课的时候 你就要负责报告这两个章节 要解决是吗 我先做这个说明 你大概不清楚都可以再提问 所以这是报告课本的部分 来再往下 那像11月18 我们要安排线上课程 这代表怎样 不用到教室来 那同步是代表同时段 同时间你要上线 那这边我又安排一个外部的老师 来跟同学分享 入文写作专题的演讲 入文写作专题演讲 那目前邀请到的是 国立台南大学 金管所的前所长刘子欣教授会来跟同学分享 入文写作专题 以此类推 那再往下 那如果有看到线上课程非同步 就代表你不一定那个时间 反正挂在网上 所以一天20小时 你就找你自己方便的时间 去所谓的网络大学里面 去做这样的学习 好不好 不过要注意 我们这个线上的学习 不只是要你这边看一下影片而已 你要去上面 去网络上去配合 去做一些留言 去提问 去提问 然后在线上提问 老师也会在线上跟你做一些回应 我们要留一些学习的记录 就是说确定同学有去看 要不然 如果说线上课程非同步 那到底同学有没有上线去看 我不知道 也不知道同学到底在学习 在那个网络大学上面停留多久 然后学了什么 所以上面一样会要同学做一些回应 留一些对应 那以此类推 好不好 然后最后最后 来再往下 我们这门课 没有所谓的期中考 期末考 没有比试 没有期中考 期末考 可是有所谓的期末报告 除了分组报告之外 就是所谓的期末报告 那期末报告有分成 期末报告就是要跟 每位同学要写你入文研究计划的前三章 我们刚课本的报告是分组 就每小组一起报告 可是入文前三章的部分是个人 因为每个人做的研究不一样 所以期末的时候是每个人提你入文研究计划的前三章 那这个绝对不是老师要增加你的工作的负荷 不是 这个是在帮你 我们今天的修课规定同学刚才有很清楚的听到 我们是不是在二三结束前要提所谓的入文计划前三章 对吧 那为什么不异于多知 趁在修课的时候 趁着在修这个直化研究方法跟写入文有关系的这个课程 利用这个课程我们就着手开始来 先就是所谓的超前部署 就开始着手写自己的入文前三章 这样不是很好吗 所以在修课一来就可以修课 二来在修课过程有完成自己入文前三章的一个初稿 那等到说上学期真的要提案的时候 就比较不会手蠻搅乱 好不好 那这是我这个课程设计的背后的目的 来 我先初步做这样的说明 那个画面就先关掉 来 先给同学提问 针对我刚刚的说明是不是哪边不清楚 我们现在好像很多同学 我刚刚有讲有三十个不在线上 这比较麻烦 因为我们现在来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我刚刚在下午的一天座谈就有跟同学说明了 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现在 实际上在帮助各位 跟同学直接对话是我 我是副主任 也算我们班在就是导师的这个角色 所以我们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选班级的干部 那我想因为今天算是第一次正式上线 现在马上选我觉得有点仓促 彼此好像彼此的互动 或是彼此认识还不是那么深 可是也不能拖太久 我们大概暂定下礼拜好不好 可能暂定下礼拜我们可能就要选班级的干部 这样好吗 那怎么选 我觉得 可以彼此观察一下 大概今天在整天下来的一个互动 或者是说你本身有相当的一个热忱 你想要自我推荐也可以 那我们的干部大概需要几个这样的角色 一个是班代 班代大概就是统筹吧 大概全班的一个 一个全帮忙服务班上的一个领导的角色 对类可能就是跟其他的各个干部来 为班上提供一些服务 然后对外就是跟我啊 跟主任啊 或是跟受科老师 对外做一些联系 代表本班 大概是班代的角色 好不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副班代 副班代大概就是辅佐班代的角色了 那另外可能就是要有学艺 那学艺顾名思义 可能就是通常是跟课程比较直接相关的 比如说个别的受科老师 要引印什么资料啊 或是就是有些学习方面的一些传达 或是像要做分组啊等等 大概比较偏向学艺的任务 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总务 总务通常就是比较属于帮忙收班费 还是以后我们实体上课之后 你们中午可能会要统一订便单 那这个时候有可能是 总务帮忙收钱或怎样的 那另外可以有一个看乐 还是服务这个角色 看乐可能就是安排班上的 吃吃喝喝的活动 去完锁不会吃吃喝就落掉了 我觉得不会吃吃喝的人 说工作能力多强我也不太相信 基本上会办活动会吃吃喝喝的 有具备这种能力的 我觉得才是管理人才啊 那看乐大概就是帮忙安排这些人的角色 好不好 主要干部大概就是班费 部班费 然后总务 看乐 还有学艺 大概这几个角色 来 因为我们没有实体上课 所以会比较尴尬 如果真的在上课的过程 同学要稍微去调整习惯一下 基本上硕士班不是老师在 都不是老师在讲话 不是老师在单向讲话 通常都是同学在分处报告 或是彼此交流 就是我们通常是用对话的方式 老师跟同学对话 同学跟同学之间在做交流 在做对话 就是我们跟大学部的课程 基本上是不太一样的 大学部还是很多都是老师 单方向讲授 因为重点在学习 那硕士班我们为什么叫研究所 为什么叫研究 是在做研究 那做研究的话 基本上就是很多元了 不可能是老师单向在讲授 我们同学要自主性的学习 甚至不是吸收知识而已 是要创造知识 所以会更多用对话 更多脑力激荡的方式 在进行课程 那OK吗 好 针对我刚刚讲的部分 包括分组表 或我们这门课的进行 或是班级干部的问题 同学都可以发言 好不好 如果谁要提什么问题 然后尽量那个 我们在课程进行一样 尽量就是公开提问 除非真的很私密性的 要不然基本上是最好公开提问 为什么 你公开提问 你的问题通常也都是同学的问题 那我这样回答的话 其他同学都可以解除他心中的疑惑 你这样功德无量 可以一并获得解决 好吧 那个传长你要发言吗 请说 是 是 请讲 因为看起来我们这个课程还蛮挤的 我看陈宋老师也叫我们第三周就要开始做报告 是 但我们比较挤的是分组 那我是这样子建议 是不是因为我们大家都还不认识不熟悉的状况之下 是不是请我们家人帮忙 帮我们分组 这个把他稍微打算一下 男的女的年老的年轻的 稍微把他分一下 把他分成四组 让我们赶快把他做确定下来 好 大家去 就小分组去做运动 去做运作 准备分组报告的事情 你说请助教帮忙分组 他应该都有我们的资料 我跟你讲 我们现在就比较不建议这样子的 为什么 我们都读到研究所 小朋友分组还要别人帮忙分 那说不管你的 连分组都搞不定 基本上我比较不建议这样子的 那我们大家就要自己去选定 这还真不好选 我跟你讲 其实你也不用压力那么大了 因为有没有人说 现在分组之后就好像两年来就很悲惨了 就要跟这些不喜欢的人戳在一起 不会 一来就是要学业适应 二来有可能不同的课也不同的组合 或说下学期不同的课又拆又拆又做调整 好不好 基本上你不要说 那个硕士班包括大学部 基本上老师都不会去介入分组这件事 好不好 你现在分组没问题 哪一天谁跟谁不合 就说老师都厉害 我跟谁同一组 懂我意思吗 我们都大人大政 大家都成人了 好不好 我比较不建议 我刚刚看到有人想跟我同一组 想跟我同一组 赶快举手答诱 赶快跟我报名 我也没办法 我要请问一下教授说的课本的部分 课本的部分 就是我们要自己一个一个人去买 还是有可以 就是我们班自己统一买 还是 一样 所以我为什么说最好有干部 因为有干部的话 我们就可以 我们过去 我建议 最好是干部一起买 可能会比较方便 你知道吗 因为干部一起买的话 是不是那个什么可以 也许也可以比较有规模 那个什么价格上折扣 也可以比较更好 跟对方谈 因为 还有运费的部分 是啊 你就一次 经营比较一次就好了 不用个别 还要去负担运费 好 那我了解 谢谢教授 所以你们要赶快 就是干部要赶快思考一下 干部这样子好不好 原则上我们下礼拜就选定了 当然在这 就是你可以推荐别人 或是你要自我举荐都可以 你说公开讲不太好意思 不过我们下礼拜基本上是要公开 公开选 下礼拜我会找主任一起上来 我们就公开选 你现在有什么建议的 私底下可以先给我 先给我留言好不好 比如说老师我要推荐谁 我觉得谁当我们的学艺不错 谁当我们的总务不错 谁当我们的班代不错 也可以跟我推荐 这样好吗 那我们干部赶快出来 这样以后再上课很多时候 可能就会用到了 你看了现在大家就在 招兵买满了 你借下 基本上应该彼此 要加彼此的耐 好不好 那个没有发言之前 先不要开那个喇叭 会有噪音 传人算我一个 所以传人你不觉得人也不错 不过我讲一组就五个 一组五个 好不好 那其他同学可以去旧卡 找自己的组 然后每组五个里面 你要找一个当组长 好不好 其中有一个当组头的 玉立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所以我这边是有张大哥 这个还有信仪 还有冠亭 我四位 还有谁吗 可以加务吗 加琪 加琪 没关系 那我加琪 那个你们可以不用在这边讨论 你们可以是以下再联系 然后贴在客群 客群助教不是有开个记事本吗 有开个记事本 然后同学再把你们分组的名单 填上去好不好 那个玉立你刚刚不在 我们现在除了刚刚老师 有做一些那个直幻研究方法的 初步介绍之外 就是要同学分组 所以到时候你呀 或是那个 你们另外你们那个主管 你们可能就是要加入组别 你们全班一共要分成四组 那原则上一组是五个 好不好 我们要做分组的动作 好的谢谢 另外再选干部了 希望同学可以自我推荐 说实话大家都成年人 应该有更大一个热忱 我说你要推荐别人的 也可以私底下给我留言 就是我自愿要当班代 我自愿要当什么 然后那个 麦克风是不是先关掉 静祥 静祥你那边还没有发言的时候 声音先关掉 才不会干扰 看一下 我们什么问题 没有的话 我们第一周打算 提早让同学休息的 知道我是杨老师吗 我还没有自我介绍 没关系下一次再自我介绍好了 那你们也可以叫我Tiger老师 老虎Tiger 不是Tiger 不是那个安占的概念 是老虎Tiger 因为我在福伦社的社名 我在福伦社社名是叫Tiger 所以你们可以叫我Tiger老师 好 那彼此又找分组了 好 你们在彼此找分组 那我们相关的讯息 会在课群里面 在课群里面都会留言 做一些对话 杜总你全身脱光了 来看一下 看有什么问题 淑敏你在讲话 你是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有按到吗 没有 因为我刚刚看你 现在同学好像都会来 我快速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现在我们帮我修一下 我看到我们这边有一些救生 郁欠 想想本来就认识我了 怡真 怡心 都是我们救生 来从第一 我快速 大概我们再 五分钟 结束 从第一 用播放 那这 我就是杨太杨老师 那这个不是在摄影棚 我不会那么无聊 那么假掰 这个是在西藏 这是在西藏拍的 真的是风景如画 非常美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再往下 那我目前是我们商委学院的专闻老师 是我们基管所的副教授兼副习主任 来再往下 那我最近几年都在忙什么 大概都在忙执行那个教育部的USR计划 这边也跟沈翔有过一些配合 就是因为在推这个USR计划 那我这个计划的关怀产域是在关铁 就是教育部大学社会责任实践计划 大概从2017到最近年到明年 大概都还在忙这件事 这大概是这四五年来 一千多万的计划 教育部的计划 来再往下 那老师除了学校活动之外 基本上蛮火药的 我也是会到处演讲 像淑敏好像也认识黄彩燕老师是不是 还是刚刚是淑敏还是哪一位 是的 是的 那我这个就是 对 展显是人头 是 就是彩燕老师在当那个 嘉义彩虹社社长的时候 邀请我去演讲 是是是 对 这是这是梦时代什么 简单讲 这是外部的一些演讲邀约 也收也蛮多的 老师蛮在外面跑的 来 赞 没错 谢谢 那学术经历 我大概最主要是我两个博士学位 一个是在台湾 在台湾是国立中正大学气管 嘉义那个中正大学的气管博士 那另外在北京 在北京中国政法 我主修是经济法 经济法的博士 然后硕士班是在成大 是国立成功大学的三学硕士 我是成大会计所第一届毕业 我成大是民国83年毕业的 民国83年毕业 那大学是民国77年 民国77年读大学 OK 那我们再往下 那另外就是我在学术界之前 也在业界待过一阵子 那主要待过的清安技术建材 还有那个三星科技 在贵人那边 股票三十公司 大概是全世界最大的 罗斯罗帽制造产 也有一百多亿 全世界每十颗罗斯罗帽里面 大概有三颗就是他 那另外也当过一些企业界的 类似 营运辅导 营运管理顾问这样的角色 那教学经历 之前是在财务金融系 然后也当过老委会直讯局 中间大学的建议老师 南亚电子的内部训练师 大概是这样子 再往下 那这是专业症状 这边我就不一一说明了 大概财务类 一般管理类行销类为主要 包括正确商高级业务员 起货经营商业务员 西埃国际内部集合师 中华民国内部集合师 大概或是一些管理类的 行销管理师国际职责 国际企业管理师 这些资料 再往下 那专业症状 这些专业症状 零种种都还持续在增加 目前应该是有28个 所以建议暑假又考了一个 那27个是职牙咨询师 大概都是一般管理类比较多 OK 再往下 好 那总的来说 如果时间有限 总的来说 你对我的印象 大概就是这么一句话 我就是一个热爱生活跟玩乐的人 我很少在发呆 我很少在休息 不是在工作 就是在玩乐 所以你如果要问我的专场 我觉得吃和玩乐好像也是我的专场 那因为我参加社团也很多 社团活动也很多 那就也很多活动了 那在信号所这边也是很投入 这边的工作也很投入 OK 往下 那这是老师的联络方式 你们不要一直骑着分组 到下礼拜再弄就好 然后 LINE的部分 同学都有加入了 就没有问题 那另外就是 这是我的手机 那email也是 我们现在大概都是用LINE的联系 主要是用LINE的联系 主要用LINE的联系会比较多 好不好 我今天就简单自我介绍到这边 来 一样再给同学提问 看有什么不清楚的 需要讨论的 或需要老师做说明的 我当委关掉这个分组表就不见了 你分组表不要贴到这边 分组表要回课群 课群的记事本 课群的记事本有贴 到时候你们再去贴一下 另外也跟同学再做个说明 就是我们班好像少数 看起来应该是没有超过三位 就是年纪比我大 那当然我都很尊敬 我向来非常尊重这个伦理 不是说你们的社会经验 各行各业大家也都头上各有一片天 这个都OK 那我们基本上都会非常尊敬尊重各位 可是为了我们的方便 或回归到学校的教育本职 在课堂上或是在学校的场域 我可能就不好在一一尊称里面的直显 或称里面什么大哥 好不好 前面多包容 所以在学校的场域 在教室里面 我就会把你当成是学生 当成我们的同学 那我就是老师 那前面多包容 那当然离开学校的场域 或是怎样 或说 简单讲我是很客气的人 那我还是一样 都对各位是非常尊敬的 不管各行各业 你是怎样一个职务 或怎样一个年纪 好不好 在课堂上你就多包容 我就不会再去称呼 什么大哥 或什么 什么总 或是什么理事长 这些我都省略的 OK吗 那也请同学 现在可以提问 有什么好奇的 既然没有理我 你们对我也都不好奇 我好歹在昆山也是很有名的 开玩笑 算是比较活泼 比较喜欢跟同学互动 反正你两年大概 会看到我阴魂不散 大概什么活动都会有我 尤其校园会的活动 教室的活动 期晚期的活动 大概都有我 淑敏可以问一下 那个Amy老师 说你现在在上 Tiger老师的课 是 他有特别交代 我已经特别交代了 老师的课必修 对 他说你教得很好 真的 没有不敢不敢 他已经跟我讲过了 是 没有 我喜欢跟同学在一起 真的 谢谢老师 好谢谢 那我们同学 毕竟都有很耐 那你们私底下可以继续招兵买码 然后有分好组的就贴在那个记事本 好不好 那有什么问题的话 一样也在课群里面 我们两个频道大概定位是这样子 一个是班的大群 就是110日硕那一班 那个是班的大群 都是全部的不管修什么课 大概的对话就会在那边 那如果针对课或针对个别老师 比如说你有什么事 你只想跟台课老师对话 那就回到课群里面去 不说你有财务管理修课的问题 那就找瑞健老师去 这样了解吗 好 所以我们才会这样分 不是要把它弄得很复杂 就是方便大家这样对话 会比较有一个对应性 OK吗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课程到这边 谢谢各位同学 我们就再见 下礼拜见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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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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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 宜珍拜拜 好 老师拜拜 拜拜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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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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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